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身体新闻感批,我是钟浦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星期以5票比4票 历史性通过裁定全国同性婚姻合法 美国50个州份内 现在有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准许同性婚姻 通过裁决之后 剩下的14个州就要终止对同性婚姻的禁令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在推特发文 他说今天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 男女同性恋者现在都好像其他人一样 拥有结婚的权利 love wins 几百名在最高法院外等候裁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者 都有为这个历史性时刻欢呼庆祝 而在香港都有不少人响应 将Facebook的大头相转了做彩虹环间的颜色 表示支持裁定 但这个举动就引发了少少骚亂 有人质疑用户羊群心理 一窝蜂转了张照未必知道背后的意义 那今次裁判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是法官这一关很重要 他是第一个作出决定去改变现状 是需要无比的勇气 但就不一定是等于支持同性戀 而是彰显同性戀者在法律中获得同等的尊严 以宪法赋予他们同性婚姻的权利 一切不侵犯其他人自由的自由 是应该受到保护 是属于平权运动的一种 另外大家更应该关注长远的社会变化 好像有不少政客和商业机构都纷纷表示支持 增双建立一个开明前卫的形象 好像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样 他Facebook上载了一张平权的图片之后 短短四个小时已经有两万五千个like 但他究竟之前有没有一些切实的行动支持过呢? 就留给大家观察和作出定段 今天说到这里,拜拜!